战乱年代用人仲裁 对宇德的要求往往释放第二位上 比如说战国时期的武器 他有杀妻败疆的巫蝶 还有贪图公民好色的毛病 但魏文帝听说 他用兵比司马扬区还厉害 就马上予以重用 还有那个陈平 有人说他和嫂嫂私通 不管是谣言还是实有其事 刘邦并没有调查核实 马上就予以重用 这要在太平时期 武器不会有人用就不用说了 陈平再有才能 也得先把那个稻嫂知识搞清楚了再说吧 三国是个战乱时代 人才就是宝贝 只要是白玉 即便是有点威侠 也就不管那么多了 先用着再说 就像古人总结的那样 天下未定 则专取其才 不考其行 不过这德才两项 虽然是战乱时代才能优先 这德行却也不是一点不讲究 只不过是放在第二位而已 或者说 不考并不是完全忽略 若真是有才无德 最终也是会被主公抛弃的 且看三国有才无德的三大名是 一 许游许游原本是袁绍的谋士 在袁绍攻打攻孙瓒 兼并幽州 拥有激州等四州之地 成为北方最强盛的诸侯过程中有功 被袁绍当作最为重要的谋士之一 袁绍和曹操交战 许游向袁绍献祭 曹操兵少 必然会集中权力来抵抗 许都的守卫就一定空虚 如果派出一支清骑兵突袭许都 就可以将许都攻陷 假如他没有马上溃散 也能使他守卫不能坚固 疲于奔命 这样就可以将曹操击败 袁绍没有采纳 关渡之战进入相持阶段 因家人有人犯法 留守夜城的官吏将其代步下狱 许游知道后大怒 于是投奔了曹操 曹操非常高兴 说许游来了 大事可以成功了 许游对曹操说 现如今你曹操孤军独守 既没有援军 也没有粮食 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 现在援军有粮食存在乌朝 虽然有士兵 但防备松懈 只要派清起兵 几席乌朝 烧起粮草 不出三天 袁绍必然败亡 曹操采纳了这个建议 自己亲率五千精锐骑兵突袭乌朝 烧毁了袁绍的粮仓 袁绍果然失败渡赫逃走 四年后 曹操攻破夜城 占领了冀州 许游自视功高 直接就把自己当作是曹操的救命恩人了 因而就忘乎所以 经常欺瞒曹操 口无遮拦 摆着什么就说什么 直到有人向曹操告发 许游被收押入狱 最终被杀 许游有才 所限两季都有可取之处 献给袁绍的计策 袁绍兵多 曹操兵少 分一部分进攻许多 有成功的可能 即便是不能完全成功 也可能逼迫曹操分兵 缓解关渡方面的压力 或者说 至少要比停留在关渡 不进不退要好得多 后来投奔曹操 一见面就献上袭击乌朝之计 曹操实施成功 说明他看准了双方的命脉所在 有句话叫做熟视无睹 一件事大家都在看 你看到了被人不重视的东西 这就叫才能 在当时来说 乌朝粮仓是大家都知道的地方 但许游看到了这是关渡之战的命脉 就是才能 但许游是个无德之人 许游为什么会离开袁绍投奔曹操 这既不是像寻语等人觉得袁绍不能成大事 也不是像张和一样遭缠投降 而是家人犯法 连想到他对待曹操 都要鼻子对天的那份小人得志的德行 家人一仗他的权势胡作非为 也可想而知 寻语评价他说 许游贪而无志 恐怕是说到了点子上 一个贪婪之人 在任何社会都不会为人所容 不仅仅是当政者 二 张宋张宋自自乔 一周别价从事 是刺史刘章的主要谋事 刘章听说曹操要征伐荆州 就派遣别价从事张肃送去三百兵 曹操任命张肃为广汉太守 在张肃之前 刘章曾派过一个使者见曹操 曹操也已经给了刘章一个 镇位将近的名号 可能是要保持联络的原因吧 刘章在派遣张肃之后 又派遣张宋去见曹操 曹操这时候已经得到了荆州 只得一瞒 对人傲慢无礼 再加上张松这个人长得矮小 就有点不待见张松 张松离开曹操后 先去见了刘备 正赶上曹操兵败赤壁 回来后就劝刘章断绝和曹操的关系 他还和刘章大赞刘备 劝刘章与其结交 曹操失去江陵等江北之地后 刘章所在的西川 就和他不能直接相通了 于是同意了张松的建议 派遣法证联络刘备 在张松的反复劝说之下 刘章不顾王类 黄泉等人的坚决反对和劝阻 终于将刘备迎接入川 刘章让刘备来西川 是想用他抵御张鲁 可刘备不但不进攻汉州 还大肆收买人心 建安17年 曹操进攻孙泉 刘备借着这个机会 派人告诉刘章说要回去就关雨 还向刘章要一万名士兵 刘章不知道这是刘备的借口 给了他四千名士兵 集索要一半的物资 张松也认为刘备真的要走 就写信劝刘备留下 张素是张松的哥哥 他知道张松和法政的阴谋 害怕连累到自己 就将张松告发 刘章就将张松杀了 有记载说 刘备问鼠中的地理情况 兵器人马情况 军事要塞情况 张松都能说得清楚 还说张松画了一周地图给刘备 足可见张松的才能的确是不凡 但这个人却实在是无德 张松见曹操虽然是带着使命 但他最真实的目的 却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 因为在此之前 他的哥哥张素见曹操 得到了一个广汉太守的官位 曹操虽然是以得荆州 有点值得一瞒而不待见张松 但张松劝刘章自决于曹操 却只是因为曹操不用自己 这还不算 曹操这边不行了 他还绕着道儿去见刘备 不是劝刘章自强 而是不把一周卖了 绝不善罢甘休 这样的德性可真是三国少有 三成功成功自公太 原来是在曹操的属下 曹操二次征伐徐州的陶迁 留下成功守卫东郡 还给了他一部分兵士 这时候成功劝说陈留太守张苗 背叛曹操自立 还让他把吕布从河内迎接而来 这次事变 几乎让曹操无家可归 亏得寻遇等人坚守着建成等三个城池 曹操回兵后 还有立足之地和吕布交战 经过多次交战 曹操将吕布打败 吕布只好东走徐州 这时候徐州的陶迁死了 刘备接管了徐州 吕布利用刘备和元树交战的时机 背后下手夺取了夏皮城 拥有了徐州 建安三年曹操争徐州 夏皮城破 陈公和吕布一同被俘 曹操将其处死 陈公曾经在帮助曹操 获取掩州的过程中立有大功 在吕布处又是唯一的谋士 才能不容置疑 但这个人同样是有才无德 曹操处征徐州给陈公留兵守卫东郡 应该说这是那个时候最大的信任 所以吕布妻子才会说 曹操带陈公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 但陈公却在这个时候背叛了 陈公背叛曹操的动机 有人说是因为曹操处死了 眼周的几个名士 而这些人当中有陈公的朋友 假如说这个理由成立 也只不过是动机之一 或者说只是陈公的一个借口 陈公最初是说服张苗背叛曹操 如果他仅仅是拥护张苗 这还情有可原 但他为什么还要张苗再把吕布迎来 吕布当时已经被看作是反复无信之人 策动了张苗再把这样一个人当主子适合道理 吕布被打败后向东投靠了刘备 又利用背后下黑手的方式夺取了刘备的徐州 这当中难道就没有陈公的主意 吕布在徐州期间曾发生过好蒙的叛乱 平息后牵扯到陈公而幕后的主使是袁树 这个人在当时也是天下公敌 为什么陈公所依靠之人都是这样的德性 这总不免让人有物以类聚的感叹 最大的可能就是陈公有野心 在曹操这儿 他不可能实现自己的这个野心 曹操这儿文有寻语成语 我有诸夏侯曹 陈公不可能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人物 张苗不能独立成诗 否则 凭他此前比曹操还要有实力的条件 也不可能在曹操已经做大的情况下 还仍然是一个俊太守 这就是陈公要迎来吕布的原因 但吕布这个人名气不好还难以成诗 同时还不大听陈公的话 所以陈公又想着投靠袁树 袁树也没有很有名的谋士 这时候还打算自己当皇帝 这难道不是同样能够满足陈公的野心吗 还有陈公被俘 曹操有饶过他的意思 但陈公没有接受 这虽然在气节上不亏书 但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理想上的破灭 否则 为什么要拐着弯儿地让曹操存母宝器干啥 这些有才无德之人的下场都不太好 用陈公的话说就是 为尘不忠 为子不孝 死自分野 看起来 任何时候 这无德之人都不被人看好 说到底 这才能就像是枝叶 枝繁叶茂当然会被人们欣赏 使用 但只有以德意为根本 这才能的枝叶才能最大限度地伸展 否则 没有根本支撑的枝叶 即便不被他人砍伐 也会因为被人们抛弃而自行枯萎 总体来说 乱世即便是将才能看得很重 也不会彻底抛弃了德意不论 只不过 他不像和平时代那样 强调德才坚被罢了 他人们抛弃了德意的 岳以为船叶 把国内认得完美